突然有超能力 我小時候 窮的時候 上學做什麼 第一 儲錢買了一張馬表 回到學校 放了馬表的號碼 每天都在念力 在奧斯卡獲得了金像獎 他的戲也很厲害 獲得了七個金像獎 他自己本身獲得了女主角獎 但是 抱歉 一個是電影人 一個是文化人 我也想請教一下你們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我有看的 那套戲看完之後 坦白說 我真的覺得一頭沒有水 我看到有些專欄名人 開了名字也不怕 他也不介意 曾志華那些 寫了一篇文章說 請教一些高手 告訴他們 為何這套戲 找這個高手 看了三分二 睡著了 離開了 忘記了 等它停清 但無論如何 都是很難明白 我都看了 我都覺得很難明白 高手 其實都不難明白 但對我來說 我不覺得它是很出色的電影 有些技術上的東西可以改善 不過我跟兒子說 兒子說 這套戲很棒 我就問他 你覺得它是甚麼 當你在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 他覺得 亞裔人在美國的問題 我們不覺得是問題 他們會放得比較大 這套戲 從頭到尾都是亞裔人 亦都是講一些亞裔人的生活 曾經是陌生的地方 而他用一個甚麼呢 用一個穿梭 用一個時空倒錯 這些東西 就是元宇宙 就可以不負責了 你明白嗎 在結構上面可以不負責 出來出來出來 因為如果你坐到 很認真地說一個疑問的問題 族裔的問題 前途身份的問題 很heavy 但他用這種方法 我覺得非常聰明 所以當時為甚麼 是找男主角 關繼威 找成龍 因為他跟成龍很像 我看當時 這個是不是成龍的CG版 成龍不做 如果成龍做 他肯定不能做 但是成龍 如果成龍做 第一成龍 不會得到這個獎 整套戲 都不會得到這麼多獎 甚麼弱勢社群 他們都給了一個 加了一百二百分的同情心 所以我想這個得獎 跟他的技巧 不是直接關係 但是那個時態 我覺得是一個原因 你呢 你好像是太太勸你去看 不是啊 都是阿仔 阿仔 所以這個位置很有趣 阿仔和他同齡的人 看得很開心 甚至說必看 於是我便跟我太太進去看 無論如何 我太太看得一半都拋頭 是一樣 是否有一個 我們年代 或者是那個品味 和是他的燒拍能力 對我們來說 是有多少燒露 但是他們可能 活著那個年代成長 就是這麼無厘頭 而且可以處理很多交錯 荒謬位 不過我自己就都覺得 這套戲呢 有破格的地方 破格的地方 就是一個 因為我生活過 在美國的那個戲 對 那就是那個生活的壓力 和他們在那個階層的裏面 都是一間小店 然後日與夜這樣做事 我家人都是那些很勤力 有台山背景 以前回鄉下 都是看見他們怎樣 日與夜這樣工作 然後有些錢就拿回鄉下 在台城 建那些雕樓 其實這些我相信 是多了一些共同的感受 第二 別開玩笑 美國生活最大的敵人 就是交信 所以你勾起了很多 這種這樣的一套戲 但是他又可以用圓耳咒的幫法 然後幫你欺笑露罵 是的 Jame Lee Cursus 他有一個很討厭 即是很討厭 很成功 是的 很成功 而且你要穿插位 突然間有些超能力 因為我小時候 窮的時候 上學做什麼 第一 儲錢買了一張馬表 回到學校 放了馬表的號碼 每天都在念力 希望中下 中下 中下之後我又不用 這奸奸 對不起 每天都在這裏 我又說我數學差 我一中了 我就不回落 即是那個是一個 是一個幻想 是嗎 又希望隱形 隱形可以吃完一些 就走 這個就是 給予一些懷形的幻想 這張道說一句 他用多重宇宙來跳位 就不會跳得那麼凹凸 你明白嗎 他其實是說很多事情 即是你要先接受他 他逼你接受 我是天馬行空 沒有你頭 大家開心 你是平選 你覺得這套奏 你覺得可以拿金像獎 有什麼平選的人 現在那2千多人 在美國的人 我認識的有兩個紀錄片 他們都有份選 我相信有很多同誠亞裔的人 他們會投入他們 而且是一個trend 尤其是在羅省最左的城市 一定是有理沒理 我想要看看時勢 阿裔的電影最近在荷里活 慢慢成為一個不大不小的氣候 有一輪是印度 最近阿裔上了 我覺得有些東西都是流行